这部以17世纪西班牙帝国最遥远殖民地爱尔摩沙 也就是台湾为背景的历史小说 作者曹明宗是基隆子弟 长期关注台湾族群文化的他 本来就对当时西班牙人在基隆建造圣萨瓦多城的历史相当感兴趣 在参与大基隆历史整合在线计划后 更激发他想写下这本书的念头 台南的古迹至少你现在可以看得到一面成长 基隆是什么都看不到这样 之前 市长就说看得到跟看不到差很多这样 然后他说这个教堂现在挖到东西 他说你看得到 他说绝对是基隆是包括整个台湾的一个很重要的考古的发掘 因为当时我已经在故事什么些小说 这样市长的影响就是说我应该要把这个教堂列为我小说的重点 所以果然没错我写的时候 我从一开头的一个埋梗到最后的那种惊喜 都是跟那个教堂的关这样 近期引起高度讨论的夯剧斯卡罗原著作家陈耀昌医师 在见识到基隆市政府与和平岛考古的重大发现 西班牙新建了诸圣教堂椅子后 也鼓励曹明宗透过小说将这一段400年前的大航海历史场景呈现 我那天林耀昌市长带我去资政教堂那边 一看哇竟然有22个遗骸 而且我还亲眼看到这样子的那个 我实在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就是刚刚市长讲的那个神迹 那所以呢而且我早就知道说 这个民众兄其实已经在开始写 而且他本来就是基隆的古迹上的PI嘛 PI就是计划指数人 所以呢他本来就写这一方面 所以呢我那天回去我就赶快跟他说 你那不可以去出来 所以就有这一点事 基隆市长林耀昌表示透过大基隆历史场景整合在线计划中的考古挖掘 证实了台湾在大航海时代也占了一席之地 还有西班牙与荷兰两大海上霸权 曾在台湾交锋 他呼吁大家也能到小说里的实际场景来走走看看 相信对基隆与台湾的历史文化一定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曹明宗老师用这个地方这个场景还有历史的一个背景 那讲述了17世纪大航海时代 然后在基隆所发生的这个故事 我觉得是非常的精彩 然后也可以把让大家知道说在17世纪在台湾的北部 曾经发生过这些的故事 所以除了看小说之外 其实更欢迎大家到基隆的实际的一个场景 来走走看看 我相信大家对基隆跟整个台湾的文化跟历史的认识 绝对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 这部以17世纪大航海时代 北台湾基隆作为背景的历史小说 除了描述族群 乡土 文化 爱情外 也探讨宗教及文明 作者曹明宗希望透过对殖民贸易及传教的矛盾与隐私 彰显人性珍贵的情操 记者张琪辰 金融报道